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在音频上跟大家见面 我们上次说到工业长篇 有一些评断历史人物的 就是练习我们春秋远历 在他们人世间 我们也懂得看懂人 看懂人太重要了 这个经验阅历 要站在圣人的肩膀上 少走多少的愿望路 人生不晓得很多的灾难 化解无形 很多的福报 也冥冥中累积起来 对我们人生是一大福音 这些经学都要好好的读的 我们来看工业长篇的第十九章 子章问曰 令以子文 三世为令以 无喜色 三以之 无运色 旧令以之证 必以告心令以何如 子曰 忠以 曰 人以夫 曰 未至 焉得人 吹子 四渠君 成文子 有马 十胜 弃而为之 自于他邦 则曰 由无大夫 吹子也 为之 自一邦 则又曰 由无大夫 吹子也 为之 何如 子曰 轻以 曰 人以夫 曰 未至 焉得人 好 这张 我们慢慢说 很有趣的 子章是孔门的高材 他小孔子 四十八岁 孔子过世的时候 他也只有二十几岁 那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在他五十七岁过世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气象的人 孔子过世以后分为八大派 子章也是其中的一派 可见他的学养之高 那子章 问这个历史人物 说 令义子文 令义是楚国的宰相 叫令义 他们另外有这个名称 子文是姓斗明购 斗购 购就是那个乳的意思 自乌土 乌土就是老虎的意思 意思就是 子文他以前被他爸爸丢出去 弃养 因为他是私生子 弃养出去以后 被劳虎养 这件事情在左传宣宫四年有说 蛮奇特的人物 后来叫做三世为令义 无喜色 就是三次做楚国的宰相 没有高兴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能耐 那在左传鲁庄宫 到鲁西宫二十三年的期间 鲁庄宫三十年到鲁西宫二十三年 这总共二十八年的期间 记载着这个子文 还有国语的楚语里面 也讲到这段期间 子文三舍令义 就是三次没做宰相 那表示三次做宰相 三次没做宰相 所以这个三并不是在讲很多次 这三次在讲三次 那令义就是做到楚国宰相 当时楚庄王 楚庄王是楚国霸主 春秋五霸当中的楚庄王 楚庄王是一个历经图字的人 子文就是在楚庄王的任内 做的宰相 那三四为令义 三次做宰相 没有喜色 为什么没有喜色 学路然说 一般上台的时候放鞭炮 可是位高权重也危险 位越高越危险 这个讲到危险的时候 怎么会有喜色呢 以前宋朝宰相王真 状元四三场 一生吃不尽 就是从这个会试 相试 殿试 三四都考第一名 那人家说 欧医生吃不完 他说 某瓶生 治不在温饱 那无喜色 做官是很危险的 那怎么会高兴呢 这个是牺牲奉献 这是为公发心的 一般上台放鞭炮 下台黯然走人 那指纹是上台无喜色 三以之三次下台 无运色 没有黯然下台 或者是很生气 内心愤怒 嫉妒都没有 那这个无喜色 无运色 代表这个人修养很好 或许下台 是不该下台 而上台 也不是为了明文立养上台 那他可贵的在哪里 可贵在就令以之证 必以告信令以 我就令以的证 这个证包括说 我的政策 我的方向 我的人事 我都把这些 包括这些人脉 我都移给 必以告信令以 交接给新的宰相 他人患得患失 升官发财 那跟我无关 我负责把交接清楚 这个不简单 这个你说在公务界 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你试试看 未必有这个度量 所以子章才会很佩服 令以之文 那说何汝 怎么样 他的心目中 讲好说 这个叫做人 你看这是 一定是为了天下苍生 所以他不会 为了升官发财 所以三次上台 没有喜色 那为了天下苍生 所以他好好的把工作 交给接棒人 所以也不会有运色 所以子章的内心 是说这个人是不是人 但他不敢讲 何汝 是不是看孔子要答是人吗 所以我们读书 有时候问老师的时候 先把答案盖住 看老师会怎么回答 跟我的答案到底差多远 眼力 见地 看看是怎么差 孔子说 忠以忠 忠为什么忠呢 这个呢 用我 我认真干 不用我 我认真交接 这叫忠 没有背叛国家 不像 鲁国的养虎大夫啊 用他的时候 他极尽这个个人 膨胀权力之能事 不用他的时候 跑到国外啊 积极的想把鲁国消灭 你看这就是小人 所以忠 这个叫忠 忠就是 本分是做好 该做则做 该交接则交接 这对国家是尽忠的 你看 纸张说 曰人以夫 这就是纸张要的答案 这个是人吧 孔子说 为智焉得人 为智就是 谈不上智 哪里还谈得上人 有一些注解叫做 未知 未知焉得人 就是不知其人 不知道他有没有人 就要像说 染球是一个义的人 子路是一个刚的人 子共是一个达的人 但是到底他人不人呢 孔子说 为智焉得人 那为智 这里不是为智 这里是为智 为什么 因为下面讲焉得人 就是没有智 哪里得到人呢 举例来说 你这个都达不到 你哪里达得到那里 智都达不到 哪里还达得到人 这不是未知 如果是未知的话 叫做未知其人就好 还干嘛加个焉得呢 未知其人 因为我不知道他人心 我知道他是宗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人心 未知其人就好 干嘛叫未知焉得人 哪里得到人 就是未知其人 只是说 他也没有达到人心 我不知道 这里是没达到人心 所以那个智不能念智 那个智要念智 没有智慧 哪里达得到人心呢 可见行人要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呢 是行人的智慧 智慧不能离开行人 智慧是什么 知道什么发起人心 怎么行人 怎么突破行人的障碍 怎么正德人心 这些都是智慧 你懂的方法 你懂的心态 这种智慧 才是儒家要的智慧 至于谋一己之私的 那个智慧 那个不是儒家要的智慧 所以智仁勇 为什么叫三达德 因为他彼此都有关的 智慧是知道要怎么行人 勇是勇汉的行人 所以智仁勇三达德 是君子的三达德 那为什么孔子 是许可他忠 因为这个人是清清楚楚 这个清清楚楚的半国家 是清清楚楚的交接 那为什么不许可他忍 因为在智楚的陈朴之战 子文推荐子玉 子玉是你看那个东周列国字 子玉是带领的 这个兵戎出去 本身是一种骄傲之色 子玉后来战败自杀 战败自杀 你想想看 是不是推荐 没有知人之名 推荐人错误 差一点造成国家的灭亡 是不是 这一种怎么会有智慧呢 这叫做 折夫人之子 把这个人的儿子 这个人的儿子是谁 子玉把他折掉了 然后呢 举这个人败国 让国家失败 这怎么是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然后又折 也可以念贼 贼就是那个盗贼的贼 贼夫人之子 怎么可以算是人呢 为智就是举人举措 怎么可以叫有智慧 又把这个人的儿子折掉了 这个怎么可以叫做有人呢 所以也可以为智焉得人 也可以说 智也够不上 人也够不上 智跟人也可以分两边说 好 那这是以上 在论这个指纹的这里 那这个孔子的回答 那纸章就问了 崔子四渠经 崔子就是在齐庄公那个时候 齐庄公跟崔子的太太油斩 齐庄公对崔子有那个夺妻之恨 所以崔子 借机把齐庄公杀掉 叫做四渠经 四渠经就是以下四上 所以正齐歌里面叫做 在齐以太师捡 那个齐国的太史 就写吹柱四军 吹子就是吹柱 结果吹子很生气 就把太史杀了 他的弟弟继任太史 再写吹柱四军 他再把他弟弟杀了 在他弟弟又上来 又写吹柱四军 就是他不敢杀 所以文天祥正齐歌里面就说 齐国的太史是浩然正气 不畏强权 那吹子呢 四渠经 陈文子 文也是他的嗜好 这个人叫做陈虚吾 陈文子 游马十胜 一胜一辆车 有四匹马 所以他有四十匹马 在齐国那时候算财富的时候 就是用马车来算财富 他有十辆马车 有四十匹马 像齐景公 就有这个游马千胜 就是有四千匹马 齐景公的财富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陈文子是有陆位的 就是游位就是有大富之位 还有陆的 算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富贵的家庭 这时候农华富贵不要了 富的马十胜他不要 贵的大富他也不要了 叫做弃而为之 弃这个财跟位 而为之 为就是离开的意思 之就是往 往哪里呢 自于他邦 为之的之也可以说是 离开齐国 也可以说离开吹子都没关系 不跟贼人 供朝廷 那自于他邦啊 可见在春秋那个时候 他们的想法就是福音周天子 所以自于他邦啊 不是不忠不孝 不是哦 现在讲说 自于他邦叫叛国 没有 因为他们是在周天子下的 所以孔子自于他邦啊 不能叫做背叛 所以这个是为了政治的理想 所以这个是为了政治的理想 至于他邦啊 则曰 有无大夫吹子也 怎么跟我大夫吹子就是 以子四父以臣四君 乱象嘛 就像在鲁国也有三家大夫 也是那种犯上作乱了 到晋国呢 也是有这种 含兆位 泛式重航式 治式 这种以下方上的 所以为之 就为就是弃逃 弃了官位 弃了入位 之就是又到 又又逃掉 往往哪里呢 又一帮 啊 为之的之也可以说 违背这个国家 弃掉这个国家也可以 那又一帮 就又到一个国家 则又曰 有无大夫吹子也 跟我大夫吹子一样 这换句话说 每一个国家 都是乱成这一支 都是以下方上 所以为之 就是弃逃 之这个国家 或是弃逃之 往一个地方去 何如怎么样呢 纸张的意思啊 也是说 这个是人心 可是纸张不愿意说 为什么 纸张心目中讲说 陈文子是人 因为陈文子 他心在人民 心在国家 所以他不会在乎 入位 爵位 他不会在乎 这就是人啊 可见那个定义 精准的定义 不简单 跟圣人学 那个精准的定义 精准的看事情 所以纸约 清义 很清高了 这个人品很清高 不会明文立 这个清啊 学书啊 要我们多学 可是 纸张说 纸张说 约人以夫 是人吗 你看这是纸张 心目中的答案 孔子说 位置 焉得人 达不到字 哪里还达得到人 好 这里面为什么叫做位置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当这个齐庄公 跟崔子的夫人油然 你陈文子 没有劝谏 连宗都谈不上 谈到清可 连宗都谈不上 还有呢 你也没有劝谏崔子 没有阻挡崔子 去杀国君 你怎么算是有智慧的人 你跟崔子是朋友 你没有劝谏 任由国家乱 你怎么算是有智慧的 换句话说 你不要说 字都算不上 连宗都算不上 连字都算不上 连宗都算不上的时候 焉得人 哪里会得到人呢 不是那个不知其人 不是 是位置焉得人 你不是建成 你要孝敬你 你说建成 国家没有建成 国很王 家没有建成 大富之家没有建成 大富之家会败 你至少要三剑 三剑不从 这又可去之一 事先没剑 事后乱象套掉 顶多只能算清 很清高 不跟这些乱成贼子 共同于朝政 这顶多算清高 不能算忠 也不能算智 也不能算人 你看那个生长 叫做长野欲 焉得刚 管重的叫焉得简 焉得 你注意看那个 论语的 出来的那个 焉得简 就没有简 焉得刚 就没有刚 所以你不能把 焉得人 就是跟上面 连在一起 说位置其人 他的人我不知道 不能这样 是位置 没有智慧 智慧都没有 哪里达得到人心 所以论语 一定要 每一章 都了解 来看这一章 有助于我们解这一章 好 这就是 以上孔子 平段 另一子文 是中 平段 成文子 是清 另一子文 还比成文子高 所以 有中的人 对国家中的人 一定亲 但是亲的人 不一定中 中里面包括 劝谏 包括这些 能够 来维护国君 如果我们懂得 这些德性的 这些定义 也有助于 我们看看自己 我们到底是属于 哪一等人 去评断别人的时候 可以看看自己 是属于哪一等人 那如果 能够 好好的了解自己 并且能够 增上自己 也是人世之间 很有意义的事情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一 谢谢大家收听 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